萧颂看着这样的燃烟,只觉得黑暗中的他显得那样妖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洒脱,便是连他也做不到。 刚刚想吧,便见燃烟吐着雾花慢悠悠地倒,但到时候我若真的死了,你只有一个选择,萧颂饶有兴趣地倒。 哪一个? 你堂堂刑部侍郎,在有防范的情况下,让我被别人杀了,还能有颜面苟活世上? 即便报不了仇,也不能抹平你的失败。 燃烟顿了顿,望着他继续道,你若是真的情深意重,不如就殉情吧。 萧颂盯着燃烟的眼眸,在他的眼中发现一丝笑意,知道这话不过是他说的玩笑。 但他却故意当真了。 你若死,我可以如你所说,但若是平安呢? 若是平安,是不是就可以就成正果? 有情人终成眷属。 闪颜恶然,本想是黑他一把,却反过来被人僵了一句。 底气有些弱得道。 这个事,没有公平可言。 萧颂垂头,闷闷笑了起来,若论给人下套,满朝上下,除了房玄灵那只老狐狸和当今圣上,他还真没在谁手里吃过亏。 笑够了没有? 闪颜恼恼惩成怒,锋利地扫了他一眼。 萧颂连忙安抚道。 修娜,修娜,我不笑了。 闪颜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不笑就赶快走吧。 嗯。 萧颂应声起身,弯腰将硫磺石塞在他手里,顺手握了一把柔蹄。 他动作做得十分顺道,并无刻意去摸人家手的嫌疑,可奈何作贼心虚,干咳一声掩饰道。 你进屋吧。 闪颜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也不欲推来推去的词别, 便微微汗手失礼,起身进了屋。 萧颂看着关闭上的房门,静力了一会儿, 一袭紫衣才沐入大雪纷飞的苍茫夜色之中。 四日清早,五更二点的小鼓声准时敲响, 各个坊间开始陆陆续续地跟着敲鼓。 夜色尚且朦胧,朱雀大街上已经有不少轿子往宫门去。 三千鼓声碧,文武百官已经在宫殿前等候上朝。 虚语,指纹当的一声, 庆中敲响, 官员排列成队,分班而进。 殿中一派金碧辉煌的景象, 镂空金漆玉座设在三层台阶高台上, 周围树根盘龙七斤柱, 电亭的四角助力魁梧的四位假式。 左侧珠帘微响, 四名妙龄士币在前开路, 撩开帘子。 李世民阔步走入殿中, 在玉座上坐定之后, 按照程序受文武百官的一礼, 李世民轻轻脱手示意, 众臣整齐有序散开, 双手直户, 回到西岸前跪坐。 偌大的宫殿中, 一时只有一料摩擦的歇松声, 带众人回到西岸前跪坐。 一个世人依照惯例上前喊道, 有事起奏, 古本退朝, 臣门下势中魏征, 有事起奏。 一人从左边席位起身, 站到了大殿中央, 他看上去年约四十余岁, 脸颊消瘦, 鼻梁挺直, 神中和鄂下生美虚, 面上倒是和气。 魏征在朝上并不常常发言, 他虽喜欢直言尽见, 但也绝不会为了一件小事, 惹圣上不快。 因此他已出力, 满朝文武, 虽都眼观鼻,鼻观心的静坐着, 却一个个都把耳朵竖了起来。 何事? 李世民振了振身子, 集中精神应对。 臣弹劾刑部尚书张亮, 刑部侍郎萧宗, 独职之罪。 魏征字字置地有声, 李世民顿了顿, 早知道魏征一开口定然不是小事, 但一下子把刑部的一把手二把手都给弹劾了, 还是让他略吃了一惊。 谢谢说来。 李世民往后座上靠了靠, 羽怯中仿佛并不如何在意。 魏征道。 长安三月份在东城发生了一起重大陆杀案, 刑部如今置之不理。 八月中, 刑部侍郎萧宗竟还自请去江南道协助查案。 刑部尚书张亮鼎力支持, 却并未向陛下禀明此事。 刑部办案不分轻重缓急, 不分先后顺序, 将一起重大案件拖延至今, 身为刑部尚书和刑部侍郎难辞其咎。 三月份至今, 已经有八个多月了, 将近一年。 李世民眉头微微皱起, 扫相张亮和萧宋一眼, 声音洪亮威一眼。 可有此事? 刑部尚书张亮不急不缓地从席上起来, 走至殿中与魏征并肩而立, 而萧宋也随之起身, 落后一步, 稳稳地站在殿中。 张亮双手直护, 微微躬身道, 疾病圣上并无此事。 此话一出, 大殿中一片沉寂, 满朝文武对魏征的脾性都甚为了解, 他肯定不会无中生有。 而张亮为人有明察之能, 一毫强而续贫弱, 颇有争生。 两个清正之人杠上了。 右边武将各个如神像一般, 脸目凝神, 一副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模样。 反正文臣掐得要死要活的, 跟他们武将半点关系也没有。 萧宋身材比张亮和魏征魁梧许多, 他脸目站在他们身后一步的距离, 将自己的存在感降至最低。 这是他身为复职的福利, 平时做牛做马, 在殿上有什么就得上司给扛着。 魏征横眉冷对。 他敢说并无此事? 他也不欲与张亮争辩, 转向李世民道。 受害人家都已经寻到陈的府上 去求臣做主了。 张亮万分委屈地向李世民攻申道。 圣上, 众所周知, 京畿重案向来都是由大理私负责, 刑部一般只管徒留这样的案子。 既然此案是发生在京畿之地, 又是劫杀案, 自然是大理私负责。 魏市中, 谈合了臣独职之罪, 臣不服。 笑话, 魏征怎么可能连哪个部门办的案子都没搞清楚, 就来弹劾。 听闻张亮如此一说, 立刻从袖中取出一卷, 双手成地。 臣手上这份是卷宗, 此案最初是由刑部审理, 后宜交给大理私审。 由于本案并未有人死亡, 因此大理私又将案件反送刑部。 诗人飞快地取走魏征手上的卷宗, 成递到李世民面前, 紧接着魏征又到。 承认为, 不仅刑部, 大理私亦有责任, 而御史台监察不力, 亦是独职。 这下更不得了, 三思都扯了进去。 李世民周身的气场都沉了几分, 伸手取过卷宗, 打开粗略地看了一遍。 这一起案件, 死了一个剑棘的势壁, 重上一人, 失踪四人, 至今没有确定凶手, 只是怀疑是遭匪徒洗劫, 正在击捕中。 说起来, 这个案子并不算太重大, 只是普通的玉席而已, 但刑部和大理私把案件互相推来推去, 而御史台居然也视而不见, 这就很值得探究了。 李世民将卷宗丢在脊上, 沉声道, 刑部、大理私、御史台、三司玩乎职守, 互相推卫责任, 发半年月缝, 以时日为限, 卓三司全力彻查此案, 不得有误。 一直如老僧入定的大理私卿和御史大夫联盟起身, 到殿中去领罚, 见魏征还想再见, 李世民立刻道, 卫世中, 具体事宜等案破之后再亦不迟。 不管怎么样, 案子被踢来踢去, 迟迟无人处理, 罪名都是跑不了的, 至于细节, 还要等他私下了解之后, 才能再做定夺, 现在就把他们都给处置了, 谁来查案? 魏征也知晓其中厉害, 硬了声势, 退回席上。 这件事情的发生, 究析原因, 还是因为唐绿不够明晰, 各司之间不能清楚地划分案件的归属。 李世民心中记下了一笔, 看来得重修唐绿了。 殿上静默片刻, 左侧又有一人出列, 臣适育时柳范, 谈安州都督吴王克。 当下, 连武将那边都微微有些骚动, 心想, 这帮文臣今儿是怎么了? 一个个都像喝了鸡血似的, 一个更比一个生猛, 这回连皇子都弹劾上了, 一直像是睡着的长孙无忌稍说抬眼, 却只是一瞬, 又垂着眼睛。 房玄灵更是从始至终, 连眼皮都不曾抬一抬。 李世民眉头微微皱起, 沉声问道, 何事? 安州都督吴王克数日填列, 颇损居人。 范柳将写好的奏文双手承上,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奏谈他的儿子, 就相当于在天下人面前献他李氏家仇一样。 李世民眼色一沉, 顿时觉得颜面大师, 威压的气场陡然间覆盖全殿。 道行稍微低一些的官员, 不禁两股战战, 李世民接过奏折, 仔细看了一遍。 折子上写的是立刻多次出力, 对当地的居民颇有损害, 将其详细罪状一一立了出来, 殿中真落可闻。 半上, 李世民猛然将奏折摔在脊上, 只听啪的一声响彻大殿。 成事拳万计, 是我而左右, 不能匡政, 其罪当死。 拳万计身为李克府中的掌力, 李英对李克的言行进行匡政, 让李克得行有失, 其罪该死。 李世民说这话, 多半也是给自己找回场子。 我儿子犯了错误, 不是他不好, 都是他左右的人没有对其劝谏。 范柳刚之的性子与魏征不相上下, 当下反驳道, 房玄灵是陛下, 由不能只填裂, 岂得独罪万计。 他的意思是, 房玄灵是天子侍臣, 尚且还不能阻止您狩猎, 怎么能独独治全万计的罪? 被点名指姓的房玄灵, 依旧一副淡淡的模样, 雷打不动。 李世民本想是找回场子, 没想到这下更丢脸了, 当下祸得起身, 一抬腿狠狠将面前的几蹄翻, 伴随着轰的一声, 滔天的怒火刹那间吸卷大殿, 之后满殿只听见一片碎瓷和满脊奏本掉落的声音, 满殿的奴婢被吓得浮倒一片, 李世民冷哼一声, 甩袖而去, 大不留心地走在前面, 侍女一路小跑也跟不上, 那珠帘被她撞得哗啦啦作响, 大殿中一片沉默, 诗人浮在地上半嗓才反应过来, 缓了缓情绪, 用奸细的声音喊道, 退朝! 而后, 从长孙无忌等人开始依次退出大殿, 一群官员三三两两坐一堆, 一边议论纷纷, 一边下殿前的阶梯, 今日早朝, 真可谓风云变幻, 震撼人心, 长孙无忌和房玄陵这些阁老级的人物, 下了阶梯, 便不约而同地召往紫辰殿, 紫辰殿左右近有阁楼, 是皇帝与众臣一世的地方, 所以, 唐朝一般将未迁高官称作入阁, 而这些人也被尊称为阁老。 卫世忠不愧是卫世忠啊, 五月才写了洋洋洒洒一篇劝戒建太宗十四书, 今日又一举得罪了三思啊。 正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的官员, 看见三思的人满头乌云, 气势汹汹地从旁边路过, 忽然噤声, 三思哪一个好惹的? 刑部和大理寺暂且不说, 若是被御史台上的人抓住把柄掺上一本, 可不是闹着玩的。 出了前殿, 百官纷纷压制住各自八卦的心, 匆匆往自己的官署去。 肖宋见到张亮, 微微汗手行礼, 两人什么话都没有说, 一并踏着雪, 从小到走向刑部官署。 直到了一个四下无人的空旷处, 张亮才开口道, 这次的事情啊, 不安得卷。 张少叔顾想了。 肖宋笑道, 张亮看了他一眼, 也松了表情, 拍了拍他的肩, 笑道。 你与宋国公的心子, 还真是南辕北辙呀。 肖宇处事严厉刻板, 刚直不阿, 上朝言是言辞, 简阔直率, 屡次无你圣意, 而肖宋则恰好相反。 对此, 肖宋只是笑而不语。 这个案件, 刑部早就接手了, 经手的人正是肖宋。 然而, 随着一步步深入下去, 肖宋发现, 这个案子牵连甚广, 便索性将案子踢到大理寺, 又不慎对御史台那边透露了其中的厉害关系。 别看御史台那些人, 乘日参这个一本, 参那个一本, 真正涉及到厉害关系, 已有放水的时候。 就这样, 两丝之间推来推去, 但案子不能悬着, 若是找不到失踪之人, 受害人家属早晚会再次上告。 肖宋就索性略施小计, 逼得旁人将事情闹到魏征那里去。 这事情由魏征捅出来最好不过, 正好趁机多拉一些人下水, 到时候案件告破, 有人要报复的时候, 也不会刑部一架扛着。 整件事情由肖宋一手策划实施, 而张亮适时地在大殿上 把大理寺和浴室台脱下水。 过了午时, 天空中又开始飘去雪来。 燃府中 正在帮燃云生收拾行李, 他们已经决定让他去肖宋府中借助两日。 早上送的信, 刚刚过午, 刘青松便过来接人了。 刘青松用帕子掩着口鼻, 一副双打过的鞋子板, 烟巴巴地坐在厅中。 陈平宇担忧地道, 真是劳烦刘医生了, 身体抱恙还亲自来接我儿, 刘医生没有大碍吧。 阮云生自然是找得见萧宋的府邸, 但冒冒然自行带了行李上门, 总有些尴尬, 所以刘青松便亲自过来接人。 昨晚上受了点风寒, 虽然这么说有点失礼。 刘青松抽着鼻涕道, 在下乃是坊间人称耀胜刘神医, 区区风寒, 不在花下。 果然够失礼。 陈平宇在他这副模样上, 可找不到一点符合此话的霸气, 却还是拱手附和道。 某件事浅薄, 还请刘医生见谅啊。 刘青松懒懒的白手, 示意无碍, 又转而道。 还有一句话, 虽然有点失礼。 陈平宇眼皮一跳, 看着他随意懒散的模样, 心想, 您不曾有理过呀。 刘医生不必客气, 请讲。 石郎一个人去萧府, 会不会孤单了点啊? 听说您家里头还有三位娘子, 不如一同去闭闭吧。 刘青松故作正经地道, 陈平宇双拳紧握, 强忍着拿鞋底扔她的冲动, 肃然道。 女儿家多有不便, 刘医生说笑了。 刘青松大方地笑道, 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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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她的意思是, 即便拒绝了她的好意, 她也会大度地一笑置之。 陈平宇自然也是理解了的, 再好的忍耐力, 也稍微有一些绷不住, 面上笑容僵硬起来。 阿爷, 都收拾好了。 陈平宇双进门, 打断了片刻的冷场, 随之, 陈炎, 陈美玉和陈玉也都到了, 虽同在长安城, 但也要相别数日。 陈美玉虽然羡慕陈平宇双, 能去销送的府邸, 但也知道金之为何物, 自然不敢放肆, 至于陈炎他们一样, 说了几句告别的话。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